整个三楼的浴室是被那个胶布、门全部都是被贴的 都封死的 这个里面就是五具尸体 最小的两个是用棉被包裹起来的 其他的尸体是叠上去的 头都是用那个毛线帽 再来的话就是用塑胶带 然后再来就是用铁线捆起来 我们在到了现场的时候有发现到很多的记忆卡 我们在想是说我们看看从记忆卡里面 能不能够去查出一些什么可以对我们整个案情有帮助的资料 当初我师傅就问我说要有心理准备啊 发现到整个里面的影像是杀害小孩的影像 嘿!我在发现场 带你用声音直级秀卫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为主持人陈峰德 我长期受失眠所苦 真心体会到一张好床有够重要 价钱到位呢 品质不一定能够到位 那每次去寝具店试堂 都还是不敢下手 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不知道怎么样挑到好床 来试试台湾在地的家居品牌 小窝 小窝呢 源自于创办人对于家的想象 以寝具作为出发点 希望可以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你 拥有一个舒适的小窝 严选环境友善的用材 搭配职人手工智床技术 小窝的全系列商品都是MIT 台湾制造 小窝床垫更是针对 台湾亚热带的气候设计研发 表面布料选用美国太空总署 NASA研发认证的 Outlets布料 原先呢 这种布料是使用在太空衣身上 因此拥有绝佳的自动调节温度功能 同时给你包覆感与支撑力一次满足的躺感 让你只想要舒适的我在家 重点是呢 想窝还提供超贴心的 免费回收旧床 100天试睡 免运费 免楼层费的服务喔 没吃鸡躺过 还是会担心吗 不用怕 想窝在板桥 桃园 台中高雄 都有体验的据点 亲自体验呢 就知道 详细的资讯以及连结 我们就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你千万别错过咯 花莲县吉安湘在2006年爆发了一起惊悚的命案 由于陈诗现场的画面 以及杀人说法太过害人听闻 让社会警方甚至到政府高层行政院都相当重视 案件至今过了许久 仍旧有许多谜题是没有解开的 由于被害者为五位孩子 外界统称这个案子为五子命案 就算你不是犯罪迷 都应该耳闻过这个案件 那先来欢迎本集的来宾 是当时五子命案的专案小组成员 那目前已经退休的严谨陈广诚 广诚哥你好 方都好 还有我们收看或收听的朋友们呢 大家好 那五子命案的开端是怎么样的呢 准备好的话 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 在2006年9月6号下午呢 就在吉安的市区吉昌一街巷子里面 有了敲响了25号这一户的家门 而敲门甚至相当急促的 来者其实就是在200公尺远任职的吉安国小的老师 那当时老师是过来做家庭访查吗 当然了 学校看到学生没有来上课 那当时呢 他们学校有请替代医 最先他们的做法就是 派替代医去寻找这些学生 为什么没有来学校 他们要想去了解状况 可是他们不得其门而入 后来据我们跟学校调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的妈妈林真米有跟学校请假 请假的原因是小孩子生病 是小孩子生病所以不能来上课很正常吗 是啊 听起来是很正常 不过也拖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也发觉到有意 是 在吉安国小就读的呢 其实是一位姐弟 那叫做刘其恩以及弟弟刘北辰这一对姐弟 那他们的住家呢 其实距离吉安国小就只有200公尺远而已 那他们分别就读三年级跟二年级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5号一早的时候啊 就只有姐姐刘其恩呢 他一如往常的走入到学校去上课 但是弟弟北辰呢 却没有去上学哦 那这个奇恩就跟弟弟的班老师说呢 弟弟感冒在家里面休息 那要请假一天哦 可是到了隔天6号早上的时候 姐弟俩就都没有去上学了 那其实一开始是班老师他们也有打电话到他们留家里面 那但是没有人接听哦 那再打妈妈呢 林真敏的电话也打不通 当时他们班老师觉得不太对劲嘛 一直到10点10分左右的时候 那就有到了这个200公尺外的留家去关切 但是按了门铃哦 也都没有人回应 一直到放学的时候呢 这个班老师还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怎么会都联络不上哦 所以就到他们家去看了一次 同样都没有人在哦 一直到了在隔天7号的晚上的时候 那学校的主任也有接获到他们班老师的通报嘛 他也到刘家去看了 一样是没有人哦 那似乎好像是人群柔空的一样 那这个时候奇岸国小的校方就有警觉了 那要去联络两个孩子的哥哥姐姐们 刘奇恩跟刘北辰他们的哥哥姐姐是就读在哪边呢 姐姐呢读吉岸国中 哥哥呢是读思维高中 然后他大哥是那个时候已经是考上原培科技大学 还没开学 但已经到了注册的时间了 注册也注册了 9月8号的车票也买好了 哦 这样子 所以当时吉安国小的校长呢 就有想要去联系他的哥哥姐姐们 就打去吉安国中啊跟刺维高中 这个哥哥姐姐他们都有留下他们的联络资讯 在国小这边哦 不过却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三所学校的四个孩子呢 都没有到校 这些老师们都觉得太奇怪了 尤其当时就读思维高中的二哥呢 刘星成 他的班老师就说啊 这个星成原本是4号5号啊 都有称常到校 但是6号的时候也就突然没有到学校来了 那他当时有打电话到家里面去 有人接哦 是妈妈林真明有接听电话 那他就告诉老师说啊 这个星成身体不舒服要请假 但是隔天7号的时候呢 星成仍然没有到学校去哦 老师在打电话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就没有人接了 我们回到派出所这边哦 目前是学校这边都找不到人 那学校也没有跟警方单位通报嘛 照理来讲是不需要的 只不过他们校方会有一个评估机制 是可能会有这种辍学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通报的机制哦 网上可能到教育部那边去了 那派出所这边是接到了他的公司员工的通报是吗 这部分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当天下午就接到他们的员工来通报 说要来报案了 我们就问他为了报什么案 他说他要报他老板全家失踪 因为都一直联系不上 可是因为他们不是家属 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受理 这样的报案 他有到家里面去找吗 有他们有去找 就是因为找不到才请求派出所协助嘛 嗯 当时呢这个派出所的园警到场之后 因为被通报失踪了嘛 老板叫做刘志勤 那刚刚所讲的那些孩子们呢 都是他的小孩哦 他总共有五个孩子 那当时呢 员工就跟派出所的园警 到了家里面去嘛 想要去找看到底是有在里面吗 是不是有什么身体不适 还是到底人跑到哪里去了 那后来呢 也就知会了这个村长 以及这个所将就准备要来破门 可是在这之前其实 他们就有去访查了附近的邻居哦 那邻居就说 有闻到一个死老鼠的味道 他们也找不到来源哦 那后续呢 原警也觉得怪怪的嘛 后续呢 进到屋子里面之后 看到状况是怎么样 像我们到达现场去看了之后 这个现场已经是被整理过的 不管是哪一个楼层 房间通通都是被整理过的现场 像一般的正常的家庭一样 三楼的时候呢是整个三楼的意思 是被那个胶布 门 全部都是被贴的 都封死了 封起来了哦 从外面吗 对 他那个三楼的意思是属于那种 淋浴的那种 没有浴缸那种 他什么都封了 就是 排水孔没封 那个时候的季节 刚好又是夏天 那边的建筑 排水的是相通的 所以说他们隔壁的那个卖鱼的 他的老婆才会发觉到说 每次去上厕所 都会有闻到一股死老鼠的味道 他去问他老公 你有没有闻到那个味道 嗯 是 那当时其实是村长跟的圆景 一起进到三楼去啦 他们一开始在一楼的时候 刚进到里面去 其实就有一些苍蝇哦 然后二楼的苍蝇又更多了一点 一直走走走 走到了二楼的时候 其实那边那一层是主卧室哦 主卧室也没看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再往上呢到了三楼的时候 发觉这边不太对劲哦 那原本是暗暗的 那村长呢找了一会儿 没有发现这个电灯的开关啊 但是却意外地摸到了一扇门哦 那他试图推开这个门 却发现 诶 推不太动 然后推开大概到30公分左右就卡住了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顶着门 在他一开门的瞬间呢 其实就有一个气味扑面而来 他就捂着鼻子的关上了房门 然后告诉警察说 诶 可能里面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哦 那原警呢终于找到开关之后 把灯打开哦 他们再看向那一扇门 原来后面连通的就是浴室啦 他们用力的一推之后 才发现里面呢 卡的是一个软软的东西哦 那隐约看到就是有一些脚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村长就跟警察说哦 那就不用再看哦 那浴室里面其实算是一个地狱一般的景象 那那个画面就像是烙印一样 烙印在每一个看过那个现场的人哦 想要忘也忘不掉 甚至还有流传说 藏仪社的人员因为看过那个现场之后 他们因此就辞职了 心里面负担不了 到底门后藏的是什么呢 光圣哥 这个里面呢就是五具尸体嘛 嗯 最小的两个是用棉被包裹起来的 其他的尸体是叠上去的 那个状况哦 你如果有看到那个相片的话 看了全部都是头都是用那个毛线帽啊 再来的话就是用塑胶带 然后再来就是用铁线嘛 捆起来 是 所以还没有完整验试之前 光看这个浴室里面 其实每个小孩他们的头上都是被蒙着一个 黑色的塑胶带 这个也有一种说法就是 脸蒙起来的话 就让你找不到 是 要想要来报仇也没办法 对 见识的结果是 全部都是窒息死亡 是 这个里面就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 他的大儿子 二儿子 都是像成年人的身材 包括如果说你像 国中的那个女儿 他们应该都会有反抗的能力啊 但是却没有 我们就觉得 要先深入去调查 是 到底怎么控制我个孩子 将他们给杀害的 嗯 那体型比较小的尸体 就裹上棉被了 其中四具就被铁蟹防绑双手 脚被绑住了 只有体型最高大的大儿子呢 双手是踩正绑 那就刚好抵住了这个浴室的门 袁警看到这个现场之后呢 也不敢善动了 因为这一看就是重大命案 有个同胞的这个 警示小组 后来奇事集间中心呢 他们连夜踩正之后呢 清晨就将尸体移到的花莲殡仪馆 要来相验了 那第一具女士呢 是三姐刘其真 那她的双手呢 被草绳给捆绑 那头部呢 不但遭到透明胶布 封住口耳鼻脸嘴这些部位 其中者呢 还用黑色塑胶带套住她的头部 那第二具尸体 则是老二刘昕成 她的双手呢 被铁丝防绑在身后 那同样遭到白色透明的胶布呢 封住她的五官 那尸体都全部浮肿变形了 第三具尸体则是刘家的长子 那已经就读大学的18岁 刘育成 那她的体型比较高大嘛 那她被藏仪社人员 从浴室台出来之前呢 她原本是被 老二新城的遗体给压着的 那第四跟第五具遗体呢 则分别是老四刘喜恩 及老妖刘北辰 那她们都没有被 白色的透明胶布给封住头部 只有用黑色塑胶袋 套住她们的头而已 那脖子上去绑上铁丝 其中老五这个北辰 她的死状比较凄惨一点 因为凶手在捆绑铁丝的时候 是大力去酸紧她的 那铁丝刚好有去覆盖到她的这个嘴巴 所以酸紧之后 导致她的整个下额都脱落了 那厌尸的时候 因为尸体腐烂 铁线也都陷入到她们的嘴巴里面去了 那这场目睹的这个亲人们 她们面对屋子惨状 都差点哭到要昏倒过去了 那法医初步研判呢 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天 并且需要进一步去摘取她们的脏漆 还有胃容物去化验 看看她们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毒物反应 并且跟可能在屋子里面 找到的一些药物来进行对比 那后续呢 这个法医的初步报告也出来了 老四呢 刘奇恩相验的时候 她有一些舌头外露的迹象 那其余四个人呢 因为脸部的外观啊 这个腐烂 那受损比较严重 舌头外露不明显 那研判呢 五个人都是窒息死亡的 那老三跟老四 她的胃里面呢 仍然是有一些残存食物的 其他三个人的胃里面 则是没有残留 那研判呢 他们的遇害时间点是不同的 有可能是分别在五号跟六号两天呢 来分批遇害 那监视小组初步在现场 是没有发现什么打斗迹象的 那依照现场的迹象来研判呢 这很明显是一起他杀的命案嘛 那检警也根据尸体对方的位置呢 来研判说 刘家的五名子女喔 先后被关在浴室的顺序 可能是这样子喔 就是觉得老妖刘北辰 可能是最先遇害的喔 因为他被丢在罪里面啦 接下来是老四齐恩 张子刘玉成 还有老二刘昕成喔 那离浴室门口最近的三姐刘齐恩 最后才被拖进到浴室里面去了 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啊 当时到达现场的时候 没有发现到 林真米跟刘志勤 在一楼的现场 就是手机打开 电池也拿掉 都摆在桌上 身份证也留在桌上 你说他们夫妻两的吗 对 所以我们感觉就好像是 什么原因 然后被绑架或是什么的 当初的推断 那你们当时有试着要去联系 就是刘志勤跟林真米 他们夫妇两 联系的到吗 已经无从联系了 因为他的车子也不在 哦 原本车子会摆在他们家门口 对 最简单的屋隔壁的 对啊 他们说他们那部车不见了 哦 开走了 没有在现场 那他们的拦主人 刘志勤平常在做什么的 你们有问了一下吗 他们除了是在做摄影的工作 他们在理想大地 还有那个造风农场 他们都有设点 就是一般观光客 如果到现场去拍照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相片印在你的那个衣服上面 或者是马克杯上面 他们是做这个生意的 是 其实刘志勤他们开设的这家公司 叫做魔幻家族 他们公司的展点算是蛮快的 案发在9月 7月底的时候 他们刚在照风农场的马场旁边 又租了一个新的店铺 这边主要就是交由老婆林真敏来雇了 他才刚装潢好而已 那货物也都放进去店里面了 但是在开门营业前 却发生了这个五死的命案 那如今刘志勤跟妻子林真敏都下落不明了 目前看到尸体的时间是在9月8号 那员工就说在9月4号的时候 还有看到老板刘志勤 当时他是来巡视完分店之后 他有跟员工说他要带小孩去台北开刀 这几天不在 没有想到到8号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命案的新闻了 那为什么会在4号的时候 说要带小孩去台北开刀 这也就不得而知了 那当时好像还有传出说 夫妻俩似乎有一些债务的状况是不是 在我们状案里面查的时候 他的户头里面还有五十几万 是 不过来报案的那个员工 好像跟刘志勤也有一些债务上的状况是吗 后来我们才得知说 那个你的员工有用他的房子去贷款 然后把这一笔钱给刘志勤他们夫妻使用 所以说他的员工当然很着急 要找刘志勤跟林真敏这两个人 发现到有一场就找不到人了 是 才赶紧跟他们报案嘛 才要报失踪 正常的话都应该都会有联系啊 了解 失踪的爸爸是48岁的刘志勤 然后跟妻子35岁的林真敏 他们一起经营数位摄影公司 魔幻家族 而刘家的五个孩子里面 老四跟老五才是林真敏生的 前三个则是刘志勤跟前妻所生的 那如今五个孩子都离开了人世 认识他们的同学们内心也都受到了冲击 那学校的辅导单位也赶紧的去介入 去安抚他们的内心创伤 那这个刘志勤跟前妻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分开的 然后刘志勤又怎么会跟林真敏认识的 这部分你知道吗 他们同样以前都是在台东一个饭店上班 跟他的前妻林真敏也是在那边认识的 后来刘志勤跟他的前妻离婚之后 好像过没多久 他就跟林真敏就结婚了 那其实家人形容说林真敏是个很乖巧的女孩子 就在十年前 在台东的日本老研发店工作的时候 就跟已婚的刘志勤交往 当时其实家人是反对的 但是林真敏仍然不听劝 然后就搬过去同居了 那其实当时前妻就目睹到老公带着小三回家 那心也冷了 那为了争取子女的监护权 他也同意离婚 那刘志勤也同意说 这个监护权就归前妻 但是当时案发时 三名子女仍然是跟着父亲同住的 5号的时候 礼拜二 早上刘家的五弟北城 他就请假没有去上课了 目前依照仪体的位置研判 他可能是第一个死亡的 这边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再来6号过后 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没有去上课了 邻居也证称说 5号晚上7点多的时候他去出门盗垃圾 是看到林真敏出来盗厨余的 平常他们家的厨余都是老二 读高中那一个 都是他在父子去盗的 那段时间我们有去查访的时候 我们有得到一个讯息就是说 他们家里面有发生争吵 有听到吗 之前有听到就是有听到他那个二儿子 跟刘志勤在争吵 邻居有听到 吵得很大声 对很大声 我们发觉到这个五个小孩里面的死状最惨的 就是读四伟高中的那一个 星辰 对 他不只是说贴胶布 然后还有套塑胶带以外 还有铁丝帮起来 最主要是他的手脚是被反绑 反绑的时候中间还有用那个尖嘴钳 把他捆进去 所以说跟他的大哥 不太一样 大哥是正宝 对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去研判 他的大哥 他的行动能力已经是在被控制之下所遇害的 二弟可能就是一定是有看到什么事情 所以说他的尸体被捆绑的方式就不一样 那我们再回到时间线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六号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二哥流星辰的班导师有打到住家来 那当时妈妈林真明还有接听电话 说小孩要请假 以及十点十分的时候 郭小老师有来按家里面的门铃 然后是没有人应门的 如果真的有歹徒闯入的话 应该就在这段时间 控制屋内中人之后再一一杀害 但如果是父母两下的毒手的话 那五个孩子是在五号到六号之间分批遇害了 那林真明可能他接听电话 说要请假就只是单纯的缓兵之计而已 那一直到警方破门呢 看到尸体已经是8号晚间的8点的时间了 目前的这起五子命案呢 凶手到底是谁 动机是什么 成了专案小组的追查要点 同时失踪的夫妻到底跑去哪边呢 他们的下落呢 也是警方要追查的 那要搞清楚凶手是谁呢 就是得先看看 命案现场留下的这些激震 当时的这个案子是刑事局 刑事中心主任陈小贵率队到场来采验 那他失诚自李昌玉博士 以及台湾刑事兼地之父汪景慧 可见了高层对这个案件的重视了 这些小组在屋内呢 就有发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现象 跟一些物这种怎么回事呢 要保持行案现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 可是那个时候障一色 因为尸体太臭了 然后呢一般的话 他们会烧一把箱 点燃之后就会把那个现场的丝臭味会压下 哦 当然了这个方法在障一色是错误的 因为你会破坏现场 还有关系到微物激震的一些财症 可是如果不是他杀的嫌疑的话 可能一般的障一色的处理方式都是 这么处理的 对 就可能让一些香灰啊 有掉到地上了 这一部分 这个会去影响整个刑案现场的分析跟研判 对 那当时在家里面好像还有发现其他东西 包括说家里面有发现很多钱 现在就放在这个一楼的客厅 还有一些金饰 好像表示说现场这些东西 行凶者都不要了 那这跟我们一般直觉影响到的未踩而来 好像就是搭不起来了 对 我们还包括去做查访 就是查访他们最近的时间 有没有说有跟人家发生过争执或纠纷 是 我们去查访之后 却都没有去发现到说有这样的状况 嗯 前面有提到说嘛 这个刘志勤跟林真敏他们的证件 还有手机也都在这边 手机的电池还被拆下来了 如果说今天要来讨债或什么 是不可能会有这样子 等于是给你排的好好的这种状况 甚至还会有现场什么 如果说为了债务而发生了什么冲突 不可能排的那么整齐 不可能会有那么和平 然后一出戏给你演得这么好 这有一点有为常理 如果说今天就算是有债务的话 其中最重要的目的 他就是要钱 他不会要你的命 对不对 对我要你命以后 他的钱就要不回来了 但是五个孩子目前他们要不到钱 没有用的先把解决掉 有用的带走 其实我们处理过那么多了 他会去读你到学校 或是拿布条什么的 让你左右联系 让你觉得难看 或给你喷漆 手法大部分就是这样 无非就是要逼你要赶快还债 但目前他们夫妻俩消失不见了 你们当时专业小组里面有怀疑说 可能真的被人带走这样的可能性 当然 那这就跟寻常的闯空门 或者是为钱财而来 你主要来讨债也就不太一样了吗 对 屋内好像还有发现一些求救的字条 这部分是怎么回事 这个也是经过形式的见识之后 也不是在非常紧急 或是什么的状况所写下来的 因为如果是真的被控制的话 那不可能是会有这样的动作 有这个余裕可以慢慢的把字给写好的 那有两张字条 一张是在门缝下面所找到的 它写着25号预绑控制中 孩子危急请诉报警 SOS 那客厅桌上也有一张一千元的纸钞 那上面写着呢 25号遭绑控制危急请快报警 这一个亲缘纸钞是被用烟灰钢压着的 所以你们当时就原判说这两张字条有点怪怪的 不太对劲 对啊 你会觉得感觉好像是他们被绑架 然后要求救 可是觉得就是 逻辑上好像有点不通 而且他放的位置有点奇怪 整个案件好像是被安排设计好的 是 经过刑事局见识科比对字迹之后 认为字迹跟刘志勤的笔迹是相似的 不过因为样本太少 那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定 是说有很高的几率而已 那专业小组就分析 求救的字条啊 这个字迹很简明 也不草乱 极有可能是事先就写好的 故意要来故步营正 然后影响这个侦办的方向 当然一定要说是有可能是凶手闯进去刘家讨债 然后将五名子女捆绑之后 然后胁迫刘志勤夫妇外出来领钱 中间的刘志勤设法写下的求救字条 也是说得通 但是这个说法很让人纳闷 就是说 他这个纸条是放在客厅的茶几 还有门缝底下 根本就难以发挥这个求救的功能 况且你放在茶几上面 极有可能就会被歹徒给发现 怎么会让你可以去求救呢 就有点奇怪了 这次小组采验了之后 发现整栋的屋子 一到四楼可以说是没有出口 一楼的大门的锁 不但是繁锁 而且还从屋子里面的去栓上这个门栓 二三四楼也都设置了铁窗 铁窗也都用这个铁丝给绑死了 想从樱台跑也没办法 因为那边也是用铁窗给它困住了 连顶家的这个门也都繁锁了 你们有推测歹徒到底是怎么离开现场 其实现场看了之后就是繁锁之后离开的 可是那铁门我们从里面开是很好开 不过一般有在做这些工程的或是什么的 他说这个并不是很难的问题 从屋外也可以 对他说这个透过小工具就可以把它打开的 那当时就有发现这个前门有一个纱窗 那在距离门栓右侧大概十公分的地方 有破了一个拇指头大小的洞 那怀疑说这个歹徒或者是刘志勤的夫妇 是从门外然后伸入一些工具 然后把这个门栓推上然后把它锁住 可是当时打开门的这个锁匠 他有去模拟是试图要去把这个门栓给它推进去 不管是这个锁匠或者是另外一个锁匠 他们试了半天其实都没有成功 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大门是从里面栓住的 他们想了半天 唯一想到有可能的这个破解的方法 就只有这一个小洞 从这个小洞呢把这个工具伸进去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个门栓给它推上 把它关了起来 才能够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密室 那监视小组呢 其实还有在楼梯顶的通道啊 找到两个用完的米色胶带 连同浴室上面的胶带呢 也都带回采燕 那希望上面可能会残留一些歹徒的指纹啊 不过初步勘验胶带就OK 今天确定的是呢 上面留有副手套的纹痕 就怀疑说可能雙手是戴着手套糞案的哦 然后避免指纹粘连在胶带上面哦 那发现之前可能是经过一些缜密的谋划 另外还有在三楼通往四楼楼梯间的指向后面呢 又找到一个手套 那怀疑这个可能是歹徒心胸石所带的哦 那上面既有可能残留DNA 也把它带回去了 现场好像还有发现一些很古怪的激震哦 就跟这个烟灰是有所相关的 广城哥是怎么回事 不是烟灰而是三个烟头 因为是烟地啦 刘志勤有抽烟 可是刘志勤抽烟 有习惯用那个烟嘴 哦那刘志勤平常爱抽的牌子好像是长寿烟嘛 嗯 并且呢他会习惯加上你所讲的这个 烟嘴 烟嘴的部分哦 所以烟嘴一般他是会套在上面的 套在上面 然后呢你就咽不到他的DNA 哦那只当时经过法医鉴定之后呢 确定哦三楼浴室门口的这三根香烟呢 是两烟哦 后续就发现说呢 这个DNA跟刘志勤的DNA是不符合的 也不是林真敏 也不是五位死者的哦 这说明呢 现场有第三个人进来过 那从燕地发现的位置来看呢 很有可能是凶手刑凶时所留下来的啦 那除了这之外呢 现场还有一些烟灰 不过这支小组在清查的时候呢 就有发现啦 这些烟灰有些部分啦 是我们在第一天就是案发的时候呢 帐医生人员所遗留下来的这个香灰啦 为此呢这支小组他们其实有去重访现场 然后去厘清清楚到底哪些是香灰哪些是烟灰 有造成他们一些办案上面小小的困难啦 那到底这个烟灰的DNA是谁的 后续好像真的有查出来哦 有 广城哥你还认识是不是 对这个烟头 验出来DNA是我一个同事的弟弟的 也就是刘志勤所认识的朋友 不过经过我们去查证呢 案发的前后的时间 他并不在花莲 是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有去过刘志勤的家 可是他从来没有到楼上过 没有到三楼 都没有他连二楼都没上过 你都在一楼客厅 对他就是在那边抽烟啊什么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刘志勤 他抽烟会用绿嘴 也是他提供给我们才知道的 哦 这样 我们已经有把它排除 是 那其实当时在现场有发现一些小小的激震 可以去证明这个烟地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在现场啊 他是放在这个浴室门边的 门边有三个这个烟地啊 那一般的人呢 如果我们去洗烟的话 像广城哥你自己也有抽烟嘛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地上洗烟的话 可能会把它丢到地上 用脚踩一踩嘛 但如果你是用烟会缸的话 可能你是会用把它压一压的方式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哦 那造成烟地的这个形状也会不太一样 并且呢在地板上 其实也会留下一些痕迹的哦 他的朋友 他也觉得怀疑说 是不是刘志勤把 在一楼所抽的烟的烟地拿上去 所以说 这个他自己也觉得很可疑 说为什么我的烟头会在三楼 是 感觉被拿来误导警方的报案 所以 其实 不管是纸钞上面所写的那个求救的 我们是个人认为是说 这个是小孩子遇害之后所写的 哦 是 都是固步移证 对 从手机身份证 一般你说手机留着就算了 他还把手机打开 还把电池拿出来 包括林真米 在我们之前钓的所有去卖场 所有看到的 他喜欢背的一个随身的包包 嗯 他也没拿走啊 哦 他爱的包包都没有拿走 都没有拿 是 整个计划感觉就是先固步移证 是 然后自己离开现场 哦 然后去掩误警方的这个办案时间 对 刘志勤跟林真米的行踪呢 也得要去确认 他们驾驶的这个富豪轿车 有些被你们找到吗 有 在吉安火车站前面 发现到他们的某某的车子 就请行事监视的来去监视他们的车子 结果发现到他们那一部车 前面的驾驶座跟副驾驶是有人坐过的 然后他后面呢 并没有人坐的那种痕迹 就表示说这部车 一直到吉安火车站的时候 只有两个人 然后案发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调所有车站 从台东到宜兰 所有的露营监视器的 都一个一个看 全部都一个一个 而且是要轮流好几遍来看 就是没有发现到他们的身影 可是那时候 金视器并没有那么多 就仅限于说车站的部分 我们该看的都看了 可是就是没有发现到 甚至于那个时候 还有人说 因为那个时候都有发布他们的影像 然后大家就在帮忙找 结果有的人就看到说很像 是在超商有看到他 可是后来去调了超商的监视器 可能身材又有点像 可是并不是他 了解 好 后续专案小组就有发现说 刘志勤的手机 从4号的开始就没有开机 没有任何的童年记录 为了让各地警方去协寻刘志勤 翻遍住家也都找不到他的照片 最后只能够用口卡照片 这样就来使用了 当时专案小组有获得一个重要情资 是曾经跟刘志勤合伙开公司的一个人 叫做阿胜 他因为债务问题 曾经对刘志勤嗆声说 你再来我就杀光你全家 那这不就是如今刘家的现况吗 浮心下落不明也可能惨遭毒手 那由于阿胜因为诈欺案件被通弃 那警方巡献在嘉义将他给逮捕了 那经过调查之后就发现 阿胜跟刘志勤他们曾经在光荣的 十亿博物馆他们有当同事 那当时刘志勤去担任安危的科长 后来刘志勤在台东经营 魔幻家族数位合成摄影的时候 生意还不错 那阿胜才合伙加入 我拉迅速的去展店了 那他说后来有跟刘志勤借了 四五十万元要来跑路 但根本没有呛下过要去杀对方全家 两个人其实还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警方后来清朝之后也发现 案发期间阿胜人根本就没有在华联 而是在台湾的西半部 所以就排除他涉案了 阿胜也跟警方说 刘志勤他其实对小孩很好 根本不认为他会杀害自己的孩子 但是刘志勤他一直情绪不太稳定 一受到刺激的话就会抓狂 歇斯底里的乱摔东西 他为此也曾经打电话去安抚过刘志勤 那这一部分我想问一下 你们当时访查邻居 以及他的这些亲朋好友公司的同事之后 你们所了解的刘志勤是一个怎样的人 经过去现场去查访之后 刘志勤他并没有跟附近的邻居有交往 见到人也比较不会打招呼 可是他还是有朋友 对啊 而且跟员工也是会互动的 当然 可是应该就是工作上的问题而已 你说要追查出杀这个五个小孩的原因 动机实在是到现在还是想不出来 了解 那如果真的是刘志勤干的 林真敏有办法看着丈夫杀害自己的孩子吗 他在案件中会是怎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百思不解 想不通 对 然后你说两个人要有一个共同的行动 跟共同的意识 那又是难上加难 比如说我夫妻俩要一起把五个孩子都杀害掉 包含到我林真敏 我生的两个孩子 我也一起把他们杀了 我完全配合我的丈夫 然后我们一起规划执行这一切 听起来就很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对不对 尤其是你要杀你自己的小孩 后来我们也去看了他的家里面 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书籍 他的宗教信仰 这些都是我们在侦查的方向 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 并没有什么查获就是了 了解 所以到底林真敏是什么角色 目前也是不得知 到底有没有参与到 然后案件中扮演什么角色 有没有跟丈夫发生冲突 还是是顺从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这对夫妻太狠了 能够下这种毒手 因为之前的主任检察官 也去查过国外的一些 是不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件 这种案件是少之又少 就在专案小组千头万去之境 刑事局那边传来了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 这个秘密只有专案小组里面最核心的人才知道 是什么呢 就是林真敏跟刘志勤他们是从事以照相的工作 对 影像合成 影像合成 他们家里面 因为我们在到了现场的时候 有发现到很多的记忆卡 我们在想是说我们看看 从记忆卡里面 能不能够去查出一些什么 可以对我们整个案情有帮助的资料 那天晚上刑事警察局就把他们的所有 记忆卡都全部带回去台北 带到刑事警察局去 是 刑事局他们去把它还原之后 发现到整个里面的影像是跟我们的五子命案里面 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是 里面有杀害小孩的影像 这个杀害的影像呢 竟然是刘志勤跟林真敏 他们夫妻所为 是两个人都有入境吗 部分的有入境 就是刘志勤有入境 对 这个彩色照出来之后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说 因为这个相片不能遗漏出去 有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几张相片 只有两张啊 算是两张还原出来而已 不止 不止吗 他可以做一本 当时你看到的是好几张 对啊 当初就已经讲好说这些不能外流 因为社会观感不佳 很可怕 这个时候面子是蛮可怕的 对 会影响到整个社会 像我们之前在刑事组上班 也有很多的记者都会来跟我们要一些资料 或者是他们会来偷看资料 那基于侦查不公开 像这个案情又这么轰动整个 台湾社会 所以呢 包括我们那时候在办案的几个同事 他们并没有看到说这个杀小孩的相片 了解 所以说 当初我师傅就问我说 要有心理准备啊 我说我们看了那么多刑案现场 他说这件不一样 是 说实在的 我们看到的说你有两张这个到底是怎么流出来的 嗯 因为在这边 在我们花脸这边应该是流不出去啊 是 流出去的话应该是会流很多张出去 哦 那虽然这照片里面呢 没有发现林真明的身影啊 但是通过这个拍摄的高度啊 以及林真明这些怪异的行为 研判这个拍照的人 应该就是林真明了 只是研判啦 对 只是研判啦 也要急着找到他们的夫妻 嗯 因为要请他们来道安说明 对有可能不是啊 也有可能啊 对 可是如果按照我们这样去研判的话 的推断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林真明 没错 那画面中呢被捆绑的人呢是长女刘奇珍哦 嗯 那警方根据他紧扣的食指还有腿部的弯曲呢 研判他这个时候仍然是活着的 而正在动手捆绑他的呢 就是亲生父亲刘志勤的啦 那这一系列的照片呢真的很机密哦 或许是怕外流啦 机密到当时检察官的卷宗里面呢 也都没有附上哦 之后交接的检察官呢 自然也不知道这一项重要的线索啦 多年之后刑事局呢 甚至还因此被外界指责是知情不报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今专案小组呢 凭借着这张照片呢 就足以认定 父亲刘志勤以及母精灵真明呢 设有重贤哦 夫妻俩呢 不再是警方要携寻的失踪关键人哦 而是改以涉嫌人的身份 通知呢 全滑动的警方要来全力弃捕哦 传换不到的话 就直接通信 邻居啊跟专案小组指证说呢 在7号下午的时候 曾经看到刘志勤他独自 是坐在住处门口的机车上面发呆 看不出有被他人胁迫哦 那根据研判呢 五名子女是在五到六号之间奋逼被杀害的嘛 嗯 但六号晚上的时候 然后刘志勤他的车子就也不在住处了 7号他怎么又会重回住处呢 这就有点奇怪了哦 那如今案情急转直下嘛 专案小组已经把刘志勤夫妇改为嫌疑人了 基层警方呢 人手一张照片呢 要来比对 要来询问 看有没有人看过这对夫妇哦 不过刘志勤几乎不拍照嘛 那这张口卡照片是好像在五年前拍的 所以后面呢 专案小组啊 好险有调阅到当年的四月哦 刘志勤有到金融机构去申办金融卡石 留下了一张影像 一张照片啊 当时呢 也有提出了这个破案奖金 如果有提供资讯给警方 让警方可以去找到这对夫妇的话 可以获得十万元的奖金 一开始是十万元啊 后面又逐步的去提高了哦 那不过即便有了照片的这个指证呢 刘志勤夫妇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哦 即便专案小组发动大规模的搜索行动 都没有能够找到他们 其实命案的第七天的时候 刑事局呢就召开了记者会哦 监视中心主任呢 陈小规就说明了 其实浴室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原因是呢 在三楼啊 的老大老二他们所住的房间里面的床罩上面 有闻到湿臭味 那经过检验之后呢 发现枕头上面有一些可疑的血迹 这个血迹呢是属于二哥刘欣臣的DNA哦 并且呢在主卧室二楼的床上的枕头 也有闻到湿臭味 上面也有发现这个血液哦 DNA跟四妹刘奇恩的有相符 那刘家的其他房间呢还有走道啊 其实并没有发现血迹喷剑的一些痕迹 或者是拖痕啊 警方因此就判断说 三楼的浴室其实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哦 五个子女呢是分别在房间里面遇害之后 最后面才被移进去浴室的 再来呢有在四楼的后阳台有发现了一个斜口钳 经过鉴定呢就是他剪掉捆绑被害人身上的铁丝哦 而用完的胶带卷上呢 其实更有一些惊人的发现哦 胶带卷的内缘呢除了有发现这个手套的布纹痕之外呢 还有采集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 而这一枚残缺指纹呢经过比对跟刘志勤的指纹是相符的 然后这边我就很好奇哦当时我们在调阅相关证据的时候 有发现说刘志勤他们有去购买这个斜口钱吗 我们所有的超商我们就去调调看那个监视器的影片 就有看到林真敏的影像 更可以去确定林真敏的长相是怎么 是这个大部分看到的是他们还没有被杀害之前的时候的影像 可是案发之后就再难看到他们的影像 是他有一个交通工具嘛 一台某某的车子 那要离开现场总是要找一条路出来 到简火车站我们查了很多附近的路径 发觉到是说他有去勘察过哪一条路没有监视器 故意了 对 到底是用什么药物让被害人去失去了行动能力呢 是法医检验尸体之后是没有发现任何的毒物反应 以及药物反应的哦 那这方面能够去离清吗? 在案发现场我们在他们的楼底 那个水塔旁边它有一个小花圃 它上面有种了几颗的我们所谓的毒一藤 当时我们找到的时候它的根部不见了 正常的话应该都会有根部 那当然了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查证说 这个毒一藤是怎么来的嘛 后来我们就是有经过一个他的朋友 他说刘志勤骗他 说他有一个朋友住平科大 那平科大他们要做这个毒一藤的研究报告 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呢找到毒一藤 结果因为这个他的朋友呢 也知道认识这个东西 所以就到旅一藤就找了毒一藤 找一株给他嘛 不只 好几株哦 所以说他也不宜有他嘛 就觉得好就反正就是帮他就去找 了解 其实这个鱼藤啊 鱼藤里面有个叫鱼藤筒 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中度危险的 因为这个鱼藤筒呢 对人类还有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有一些轻度的毒性 症状主要是在消化的系统 还有神经系统 还是这种神经毒 那严重的话你还会昏迷 呼吸麻痹 甚至你会心脏衰竭会死亡的 那既然目前我发现这个鱼藤呢 看来有机会去破解这个关键谜题 也就是五个小孩到底是怎么样被控制的 这边我询问了一些相关人员之后呢 有得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法医那边有一个鉴定报告 有提到说没有减出鱼藤 那当年的检验机器呢 其实是没有那么先进的啦 也没办法采验出很多的这种药物啦 那第二个重点则是说呢 鱼藤在人体代谢是需要时间的 那有报告就指出说呢 鱼藤在鱼的体内浓度要减半 就是这个半摔期呢 大约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数天的时间 但人体吃下之后需要多久 我证实我是找不到更多的资料 来提供给各位啦 当时就有人怀疑说呢 五个小孩子啊 可能就是被鱼藤啊 毒婚之后去捆绑杀害的喔 但是鱼藤从毒素呢 你是必须先进到鱼藤里面 你才会对人体发挥作用的 那吸收完 你要代谢掉也是需要时间的 一两个小时就会消失不见的喔 然后让法医验不到这个鱼藤 所以如果真的是 刘志勤夫妇他们用鱼藤来 这个毒婚他的子女的话 那也要等到毒素完全被人体代谢之后 才将子女杀害 才有办法验不到鱼藤疼喔 他们有办法确切掌握 这一段代谢的时间吗 是我的一个疑问喔 况且即使鱼藤同被人体代谢了 他分解成的这个后续化合物 理论上也仍然会存留在这个血液当中喔 那这些化合物也会被检验得到 但是呢在法医的报告里面 这些部分都是没有被提及的喔 那所以到底五个孩子 是不是鱼藤所读婚的 这目前为止仍然是不解之谜啊 那后续专案小组呢已经发布通缉了喔 奖金也拉高到了50万元 但是案件仍然深入焦灼喔 所有人事的方法都是 人搜的山 能找的地方都找骗了 但是后来专案小组找不到方法了 只好寻求一些灵界的力量 这部分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一个当过吉安国小的家长卫议员 然后也做过吉安国中的家长卫议员 他也都认识这五个小孩 喔 他说他晚上这五个小孩都会到他家前面去跪 他会梦到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是 他看到 他说他有看到他五个小孩不是梦到 然后他就跑去清天宫就去跟那个宫里面的人讲 他们就希望说我们警方请他们不要再去找那个家长卫议员 有事来找你们 可以来找我们 然后这个过程是要拔杯啊 拔杯看他肯不肯啊 或是怎样 结果我的主管从第一杯 第一个就一直直直直直到第17个都抽杯 然后他就说 嗯如果你觉得找我不方便 你可以找我旁边带来的同事叫陈广成 那我请他拔杯来跟你混看看 结果拔第二杯就行杯了嘛 反正就是办案嘛 如果有可以帮助我们的破案的方式 那一般人就在讲说 小孩子毕竟是刘正米跟那个刘志勤的小孩 那晚辈是不会对长辈 这个外面是有这么一说啦 你说不会去这个 去投诉啦 或是去找他啦 他们心里面有冤屈 但是他们不会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报仇 不会找他锁魂这样子 对这个是有这么一个传说 所以从我们去拔杯晚回来之后 你就没事了 可是到了晚上凌晨快一点的时候 我老婆打电话给我 她说家里没有发现很奇怪的状况 她说有一个男生站在我们家门口 纱窗门口外面 她说觉得行李毛毛的 你们要不要回来看一下 刚好那时候我们都在农会埋伏 然后那个时候主管就带了两张相片 一个就是无子命案的老大 另外一个不是 然后就拿给我老婆 我老婆也不知道我们办案子她到底是谁 然后我老婆就直接就指 就是无子命案的老大 影像就是她 老婆就说吓死了 那她吓死归吓死 重点是她要找你们帮忙 对人家找我们帮忙 我说没有叫你来找我老婆帮忙 其实她站在那边都是不讲话的 后来老婆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用道教的方式来去帮她製盖 要不然人家用丢耍 这会对她的身体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侦察队 有一个朋友她妹妹在宜兰有开一个公庙 我们有三个侦察队同事就去做观落音 观落音 你们想要直接跟她沟通就对了 对 所以是三个同事你没有去观落音 她说我要处理我老婆 我老婆那边的就是赶快把她记一记 做一些仪式这样 让她们不要再靠过来 那观落音的过程怎么样 真的有看到什么 他们就说就有点像是去游地府 有一个下去没多久她受不了 她就直接上来 她没有办法做观落音 另外两个就开始下去玩了 然后那个师傅说不要玩太久 有找到人吗 没有 所以后来这个观落音这边是没有得到什么成效的 没有 OK 但是也是穷尽一切的方法了 对了 其实有很多都是很灵异的事情 可能也会去帮到我们 或是只有可能是会去引导我们 会去走向一个方向去破案 哦 当一个案件陷入焦灼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是四个字 想尽办法 对 什么办法都给大家想看看 尝试看看 说不定真的有奇效 对啊 好 那一眨眼呢 其实时间已经到了案发的七年之后了 这之间呢 其实吴子密案专案小组已经结散了 那就在2015年6月10号晚上 又是在吉安派出所 就接到了一个报案 是什么状况 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那时候就大家都在传说 吴子密案的爸爸妈妈找到了 我们原住民都山上都有放陷阱 他放陷阱 他当然要去寻他的陷阱 看有没有猎物捕获到了 对 我是听他说是不小心先踢到头 头就滚到一边去了 是 其实是在这个慈云山火葬场附近 要去设置这个捕兽夹的时候 那他说他当时刚好被一个摆布蛇吓到 那按照这个原住民的习俗呢 就是他只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设置这个捕兽夹 那就不小心就看到这个地上有一颗骷髅头 那他说他当时是吓得把腿就跑回家了 当时这个林俊雄这个猎人呢 跑回家之后呢 还请妻子啊 对他去撒盐啊 驱血喔 那他之后就睡了一个午觉 那他梦中又不断的见到一个白银啊 追着他跑喔 那下午五点多他惊醒之后呢 他觉得可能是有什么冤魂要找他帮忙喔 所以他就到吉安派出所去报案了 那警方也就到场了喔 那就看到了现场有的确有两颗骷髅头 更在现场的一个睡袋里面呢 发现了荷豹的男女骨骸喔 可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当时都有大范围的搜山 也有去搜到那边 但是很奇怪就没就没发现 没有发现 好那这小组就发现了 这两个骨骸的姿势蛮怪异的喔 判断两个骨骸呢 可能是喝荣药自强喔 因为毒性发作挣扎 但是没有办法马上死亡嘛 所以就紧紧的相拥 可能到两三天之后 我才痛苦而死啊 让在场的园警 都有点毛骨悚松懒喔 那现场就有发现了五个关键重点喔 让他们怀疑死者呢 就是刘志勤夫妇 第一是有找到一个惊慌眼镜 这个惊慌眼镜呢 跟茶器专刊上面的呢 这个刘志勤的照片是一样的喔 第二个是男性的尸骨呢 身高约172公分到175公分喔 跟刘志勤的173公分 是相近的 女性的尸骨呢 是150公分到155公分之间喔 跟林真米的154公分身高 也是相符的 第三点的是说 白骨的发现处啊 跟命案现场只有距离 两公寓离远而已嘛 他要徒步走上去 其实不是走不到的喔 第四点是 现场仍然留有一个 纳乃德的荣药罐 而且写着的是95年生产的 刚好跟命案是同一年喔 第五点的是说 邻居有说过啊 这个他们夫妻俩呢 习惯穿运动鞋喔 那白骨旁边呢 刚好有两双男女的球鞋 并且还有一件这个洞洞的背心啊 也是刘志勤呢 常穿的款式 因此呢 他们就判断说啊 这应该就是刘志勤夫妻了 在五天之后呢 法医研究所给出了报告喔 嗯 他们发现两具遗骸呢 沉湿在野外导致 骨骸都已经严重的裂解了 那萃取DNA呢 其实不太容易喔 好在透过了专业技术之后呢 有成功在牙根管 以及大腿骨呢 采样到了DNA 嗯 跟刘志勤 与林真敏所生的 这个刘其恩啊 刘北成 两个子女对比之后 结果显示 具有一等轻的血缘关系的几率 高达99.99% 确定了骨骸就是刘志勤 林真敏他们夫妻两喔 后续呢 更在一股呢 有验出了含有纳乃的这个农药啦 那搭配上呢 其实外观并没有外力引起的这些外伤喔 简仅因此认定了两个人是服农药情神 然后中毒休克死亡 那听到这个消息喔 你当时你是什么感受呢 心里面一块大石头放下了吗 对死者算是有个交代吗 人家说喔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对啊 可是呢 我们要的是五个小孩 为什么遇害 这个才是我们社会大众要的答案啊 才是我们关心的喔 对啊 但是随着他们的骨骸被发现 好像真相也永远没有水落石出的一件 所以说这个案子 只能悬在那边 找不到答案 那随着海骨被找到喔 不久之后 花莲地检也贞结此案啊 那列出了24项人证 十六大物证呢 认为刘志勤林正明两个人 涉嫌杀害了五名小孩喔 嗯 不过由于两个人服农药死亡呢 那给予他们不急速处分 那简仅有厘清了刘志勤生前的交友啊 债务状况喔 发现刘志勤名下的债务 呃有房贷五百二十万元 现金卡债呢 一百六十八万多元喔 每个月呢至少得缴交三万九千多元的利息喔 这还不包含他跟地下钱庄借的款项喔 他总计欠债是有一千六百多万元的 以当时呢 刘志勤的公司的净利只有一万多元喔 就是每个月啦 那要负担一家七口的开销 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喔 加上长子呢 考上大学才刚付完十万元的学费 九月还有其他四个孩子的注册生活费用 根本就是嘎不过来的喔 警方就发现呢 刘家从八月开始的账单喔 一张就都没有拆了 研判呢 刘志勤当时已经是心灰意人了啦 那庞大的债务 加上刘志勤的精神状况出现的问题喔 最终才将五名子女给杀害啦 就是监禁他们最后面认定的一个解答啦 直当时专案小组呢 对于刘志勤所积签的地下钱庄呢 也都有掌握 但后续呢 经过去了解之后 也都一一排除了 他们的这个设案的肯定了 那案件我们总算结案了喔 那这类型心神要带走孩子一起走的案件呢 我们也不是没有分析过 可到底为什么要把现场布置成这样 为什么他们夫妻呢 不在屋内跟着孩子一起走就好了 这个谜题呢 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喔 相信听完之后也困扰着听众们喔 那广城哥 我们时隔多年再次谈起这个命案 你有什么想要跟听众们说的吗 其实喔 生活都不容易了 或许他们有背负着很沉重的经济上的压力 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案件来看 只是不解的地方呢 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然后来对付自己的子女 最后喝农药终结自己的生命 真的啦 人的生命非常的独特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错 所以你没有那个权利 可以去决定他的生命 包含是自己子女的都一样 难怪我那时候我师父会跟我讲说 要有心理准备 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真的啦 珍惜生命啦 其实很多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对 所以人家说医生只是求得好死 因为实在是看了太多刑案现场 是 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真的很遗憾 然后呢 这个案子 并没有能够获得我们所想要的答案 对 真的是很可惜 这些疑问呢 至今仍然是存在于 专案小组的心中 那么这一集的 我在案发现场呢 就聊到这边 也感谢孔诚哥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到Escrean的连书 以及YouTuber的搜寻订阅 我在案发现场 好 好